第五波疫情 安老和残疾卷舍 近乎全军覆没 拿得拿得地狱 是难以形容 担心大日电出做不到任何事 想拿回鸡就拿不到 想照顾鸡就照顾不了 疫情期间 残疾人士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他们又不懂得表达自己 也没有治理能力 所以长期绑着他们在床上 软射防疫的工作 赶不想疫情变化 那些从早上上班 反正看来最多是很少人 但我四夜都很忙 不停在工作 反正因为不停在巡邏 第五波就是因为没有准备 硬件、软件、措施、政策都没有准备 所以就有大部分局面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第五波疫情之下 不少院舍失手 大部分确诊者因为滞留院舍 没有办法分流和隔离 导致大爆发 染疫的除了是长者、残实人士之外 还有职员 当时他们面对什么困难? 一些治理能力低的残障人士 有没有得到妥占的照顾? 我想问一下 原来现在的矮院舍 是否开心? 晚上三直 或者眼熟时 我都听到他们 有时自己在位置上唱歌 馮女士的儿子有中度智障 虽然她已经26岁 但智商只有三岁 因为疫情 院舍暂停探访的安排 现在只可以打电话 向职员查询儿子的情况 她是精神健康的 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特别状况 是 我们都… 比如好像早两天 周末都会跟她打一步 磨仔二月中 在院舍确诊新冠病毒 其后被送到急症室治疗 不过当时等了很久 终于上到房 其实那一天我都差不多都发疯了 因为完全不知道她的情况 那天我还没停过打电话 又打软石又打去找医员 又真的要去问人 有什么可以帮她出回来 冯女士说 祸仔的表达能力比较差 而且去到陌生地方都会觉得害怕 所以在医院留医期间 不吃东西 不喝水 连药都不肯吃 情况一直不理想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我们这些治疗人士 入医院的难处 其实她的治疗只有两三岁 但是要放在一个保护的识人病房 但前线的医护 未必那么熟悉她的习性 也没有这样的时间 去特别照顾她 譬如她不懂事 没有人我真的在做事 专业吃饮 或者专业带她去厕所 当时冯女士担心祸仔在医院 没有妥善照顾 但又很无奈 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我们当时 说是落了地獄的感觉 是难兴用的 担心但是做不到任何事 想拿回那些鸡就拿不到 想照顾那些鸡就照顾不到 不知道怎么做 只能说 祸仔住了16天医院之后 终于可以出院 但是冯女士就发现 祸仔左手臂和左脚有两道伤痕 看得当然挺生气 而且真的很肉痛 明明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医院出队来反而选手难脚呢 冯女士认为对于残疾人士 在医院留医需要更加人性化的照顾和处理 我们的瘦鸡由瘦大都要评估的 评估也在特殊学校 评估也在医院寻 都是说他们需要一至两个接顾者 但是为什么去医院的时候 就要放去一个普通的成人病房呢 在医院的医院 立法会议员郭佩帆说 残疾人士只要是18岁或以上 一般都是入住成人病房 家长都不可以长期在病房照顾 而且在疫情期间问题就更加严重 在成人病房里面 其实没有专责的医护 是懂得去特别照顾 这些严重智障和残障的人士 因为他们又不懂得表达自己 也都是没有这个治理的能力 所以经常都是长期绑着他们在床上 如果是确诊送了医院的话 就重大件事会失联一段很长的时间 几经要求才可能会视像探到他的儿子一遍 但他们也觉得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 截至3月28日 第五波累计285间的残疾人士软石爆液 尖残疾人士软石八成半 一共有9,427个软友 和3,360个员工染疫 这里是位于元朗一间残疾人士软石 现在大概有100个软友 在今年2月中 软友和员工陆续确诊 最后近乎全软染疫 现在上班分子压力很大 要打承12分钟做事 平时有多些专注来做事 因为质量有些很小身的 平时两个人上班 那几天真的只有一个人上班 为了确保园友的身体状况不会转差 姚姑娘每天都要多巡尾 而且还要为园友粮默薄 血压、体温等等 开口罩我替你座身座臂 慢点头好吗 因为发烧是很大的事 肥价低过多少 我们要送院的 有些会昏迷 当时政府的医院已经爆炸了 其实那时候都是处理不了 我们自己处理了 姚姑娘说院友确诊期间 要他们饮水 就是最辛苦的工作 发烧少许38度 他不想饮水 我们就让他饮水 谈他饮水 饮不了 给糖水 我们的糖液茶 加糖给他饮 不过后来姚姑娘也不幸感染到 他家休息了一个星期之后 又继续回到院舍照顾院友 而当时员工的人手只剩下一半 我们从早上上班 反正在看来 水都很少饮得到 四夜都很忙 不停做事 反正以前不停在巡楼 平时被人上三次 那天反正十次八次都不知道 行后我都说 就是他们先后中招 就不是一起一次过 所以拖得到 在最紧张的时刻的比例 我们比平时少了一半 为了解决当时人手不够的问题 李院长曾经尝试找中介公司 额外请替价的员工 不过价钱就比平时高两至三倍 而且还要付20万的保险费 帮他们买保险 那我就不理他 因为这样也说得出来 所以兼职那里 其实严格上说 不要说钱 严格上很多人都不愿意来 因为你不能给很多钱 李院长说当时丸石的爆发速度很快 就算将他们调去隔离房间 又或者是清空一层做隔离 都未能够减低感染人数 当时是完全没有病征 你多大的丸石也好 你这么多人 他们经常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他们经常都来来回回 没有病征 当时已经是传了 你这个时间拿走它 意义不是太大的 严格上来说 因为它已经传开了 而且不知道传开了多少 当时丸石的物资 这些算是足够 不过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 只可以原子隔离 李院长认为 因为院友都全部确诊 对于残疾人士来说 可以留在院舍隔离 情况比较容易去处理 隔离认是更糟糕 因为你的人不熟悉他 他和他 他害怕 去到新的地方 看到不熟悉的人 是吗 在这里他怎样伤害也好 他都要听话 而对于残疾人士院舍来说 最难的 就是给院友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和将他们妥善分隔 有些自闭 他住在这里 你调到其他地方 他不会走 或者有些是 你不会困得住他 还有我们又不能绑住他 他都是周围游走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都是搞不定的 就是没什么办法 立法会议员郭佩帆说 03年沙士的检讨报告 已经指出院舍面对的环境问题 不过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当时已经提出院舍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革 需要人均面积要加大 还有在通风各方面其实都需要做得更加好 以防如果将来再有大型传染疾病的时候 在院舍里面的爆发 可惜由沙士到现在 事隔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没有改进 第五波就是因为没有准备 硬件、软件、措施、政策都没有准备 所以就有大白发局面 九成以上的院舍有感染 证明当时政府没有这种的前瞻性 调以轻心 以为局势已经受控制了 勞工及科技局也都已经成立 跨部门工作小组 检视并且加强院舍的抗疫能力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第六波疫情 要怎样做才能够避免重度覆轻 我们下一节再看 疫情爆发以来 院舍一直有人手和设施不足的情况 有非政府机构招募修毒护理课程的学生 去到院舍帮手 而社署早在2020年推出限时计划 为院舍提供防疫指导 和改善通风设施 这些措施有多大作用 第一波疫情有超过一万二千个 和安老及残疾院舍员工染疫 严重影响日常服务 读着物理治疗学系四年级的学生 陈许林 参加了社联开展的计划 去到残疾院舍 参与前线照顾和护理的工作 陈许林主要日常工作 是为院友提供物理治疗和復康训 陈许林认为 来到残疾院舍工作 不单减轻院舍的人手压力 而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为将来投身这个行业做好准备 都知道残疾院舍 其实都是比较少机会接触 所以都很乐意去残疾院舍帮忙 工作都是会帮助未来 作为物理治疗师 去面对不同的病人 都可以做到不同的治疗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其实院舍是真的有一个时间 其实人手相据是感绝的 今次来的同学 其实他本身都有一定的专业背景 是正正可以 设合到一些院友的需要 都可以帮到我们 日常院舍上一些繁重的工作 他认为院友确诊好之后 最需要的是 加强身体的活动能力 因为其实隔离 其实以至他们有一段时间 其实训练和活动都会比较少 正正这群同学 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高密度 加强他们的训练 所以其实真的帮助 服务使用者 为了给同学更快适应院舍的工作 院舍除了会为同学提供简单的培训 也会多些提点他们 要注意院友的特性 例如某些社友 其实他有一些情况要留意他 一些程序上面的特性 又或者这个社友 其实可能都是比较怕陌生人的 需要多一点时间和他walk up 让他们都知道 其实陈迪仁院舍的运作是怎样 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特性是怎样 以至他们可以清晰知道 其实那个困境和安排 负责这次计划的社联话 是联同12间大专院后合作 招募一些修读护理科程的学生 他们不能够理 需要一些人手 是真的要懂得做的 就不是你给他一些新人 就算放任何人 我愿意做进去 但如果你是不懂得做 都没用 这次的计划成功招募超过400个学生 去到超过100间的院舍做事 可以暂时舒缓院舍人手压力的问题 体谅到前线同工是没得休息的 其实他们由去年年中到现在大半年 是没放过的 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再让他们稍作休息 李凤儿说希望今次这个计划作为一个起步点 将来可以设一个平台 解决院舍人手短缺的问题 每个机构都有平均有10%的人手空缺 人手不足是会严重影响照顾质素的 所以我们就着除了这个计划之后 将来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平台 让年轻人和院舍之间 可以一个平台互相配对 除了人手问题 第五波疫情也令到大量染疫的院友 未能去到医院或出去求诊 将医生原本每个星期 都会去到残疾院舍 提供外展到诊服务 不过当时负责的院舍 院友全部都确诊 他们的团队即时想到 用遥距诊证帮院友提病 我想在残疾院舍里面 负责照顾的同事 有些是护士 有很多是护理员 看到有状况转变的时候 我想他们都很需要有一些 很快的判断 为了舒缓院友的病情 将医生预先为传院 开了一条药物处方 应对普通的症状 然后再为疫情比较严重的院友逐个诊证 如果没有那些药物敏感的 有发烧的就可以吃脱缩药 有咳、有鼻水 就可以吃其他这些 就是帮助病征的药 就将这个预先写定了的一些医疗的指示 就交给护士 让护士去执行 张医生说 遥距诊证有一定的限制 但至少可以解决软石的燃眉之急 遥距诊证的确是可以很快地去回应得到 尤其是根本 大家都要隔离 或者是不能够直接去到那个地方 是一个可以很快 有一个医疗的意见和决定的方法 那个视像是有多少少资料 那当然不可以完全补充 预防胜于治疗 经过两年应对疫情的经验 有软舍在第五波来集之前 已经做好准备 这间位于元朗南生围的残疾软舍 是少数守得住 未有出现感染个案的残疾软舍之一 比较慶幸我们的软舍没有爆发 在我的个人角度看 就是因为周边环境比较凶狂 通风量自然就会比较高 政府在2020年的第三波疫情 已经留意到软舍的通风问题 当时就推出限时计划 为软舍提供防疫指导 和改善通风设施 以这间软舍为例 当时就加建了大概十部的抽气线 就是检测一些风量的流转 去看每个角落 尤其是一些比较隐蔽的角落 他们就会计算一下 他们的风速的流转量 这间软舍我们其实 因为可能会比较通风 对流风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是做了一些抽气线的改善 除了软舍空气流通量理想之外 另一个原因是 全部软友已经打了针 和软舍员工的配合 减低了感染的风险 员工上班前的措施就是 他们都要做一个快速检测 另外他们都很配合 在上班的时数就尽量留在软舍 下班的时数都留在家 尽量和外间的接触比较少 软舍里防疫措施都会加强 例如减少一些软友 非必要外出覆诊 譬如我们已经是 好像社署的指引上 我们都是杜绝了外间的探访 譬如覆诊的情况 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覆诊 蛇生说希望面对第六波的时候 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援 政府的各部门 或者我们院舍自己 突然间是手足无草 应对上可能不是即时的 不是说可能是在最高峰期 刚刚初期的情况 它可以派到物资给我们 第五波疫情 安老同残疾院舍 累计超过48600个院友受到感染 不少院舍失手 是因为大部分确诊者滞留院舍 无办法分流和隔离 最终导致大爆发 纳火医院迪志院认为 需要加强院舍的分流情况 如果有感染的 他第一时间有一个对口部门 然后就安排他入医院 因为医院去照顾受感染的病人 令到他减重症 好了他稳定了之后 他可以去到一个临时的 站立中心 然后让他更加康复得比较完善 然后才回到院舍 这个流程是一个安排 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流程 政府早在2020年 推出限时计划 提供防疫指导 和加装空气清新机 不过迪志院认为 当时的改善措施 明显没有办法应对传播力 比较强的变种病毒 20年 20年的环境和今时今日的环境 是绝对两回事 当如果这个院舍 人口那么密 感染的幅度那么大 通风筒是否可以完全 导致感染的效果呢 我就记得有怀疑 劳工及科力局局长 罗志光承认 这波疫情是惨痛的经历 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 检视并且加强院舍的抗疫能力 今次跨部门小组 应该检查整个流程是怎样 它的指引不是单是院舍里面的防疫指引 应该范围会较阔一点 就是说防疫是怎样 感染的安排是怎样 治疗的安排是怎样 是一个完整套 一个照顾老人家的不同阶段性的做法 按路和残疾院舍 是整个抗疫工作里面最弱的一环 希望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 未来的建议可以对症下药 防止院舍再有大规模的爆发 本集新闻透视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